这部一开局就整残瑞克的狠剧 正是刑事系列的全新衍生剧集 刑事走肉 幸存者 老粉们看到这一幕肯定又心疼又气愤 忍不住要怒斥编剧玩弄情怀 践踏老角色 知道大家很急 但请先别急 因为这次编剧并非强行整狠活 是真的打算好好讲故事了 这部幸存者 以及去年上映的死成和达里尔 都摒弃了首部衍生剧行事之剧里 让瑞克 摩根 达里尔等经典老角色 给路人新主角当配角 拉情怀水剧情的做法 幸存者的故事核心 便是围绕瑞克和刀女女穷恩的分别和重逢 着重讲述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 顺便仔细回答了那个 吊足观众多年胃口的问题 那就是瑞克炸桥失踪后 到底去了哪里 那么废话不多说 就让云书带大家揭晓谜底吧 炸桥事件中瑞克的失踪其实是被迫的 昏迷兵死的他 被刑事系列里号称最强大的势力拯救 一支拥兵数千 被称为公民共和军的军队 保护着一座有数十万人口的自治城市 这座城市不被之前出现的任何势力和个人知晓 因为这里信奉的生存法则是 隐藏自身绝对保密 经常混沫式的朋友都知道 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 不是吃不饱的刑事走肉 而是人类自身的贪欲 为了给这座隐秘城市补充劳动力 共和军会定期外出搜救幸存者 被救的人将永远和这座城市绑定 因为知道隐城存在的人们 一旦出去肯定会泄密 给城市带来危险 既然出不去 就只能往里挤 这时被救者将要面临真正的考验 他们必须在郊区义务劳动六年 刷够了公分 混够了资历 才能获得公民身份 进入内城区享受物资充沛 安全稳定的乌托邦生活 自这座隐秘乌托邦建成之日起 从没有人想过逃离 以至于善讨者杀无赦这条法律 在大家看来 不过是走形式的空文 直到那个与众不同的男人 瑞克出现了 在郊区义务劳动的他 有了一个全新的身份 收割者格莱努斯 收割者群体 说白了 就是为了维持市民群体的安稳生活 进行努力劳动的被剥削阶层 隐城的制度 唯一人道的地方在于 收割者被剥削六年后 可以上升阶层 他们的工作也不全是卖命 按照每位收割者的智力和体力差异 他们可以自主选择以下工作 杀死行尸 获取能源 种植食物 管理用水 清除垃圾等等 为了争取逃跑机会 瑞克一直干着最危险的工作 趁着工作时的混乱 他四次尝试逃跑 全部以失败告终 在瑞克第一次逃跑被抓后 隐秘乌托邦的高层陷入了震惊 他们想不明白 这里有吃有喝有空调 跟外面那个不是吃人就是被吃的末世比起来 说是天堂也不为过 但凡是个正常人就不舍得理开 这人的脑子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高层原本决定处死瑞克莱利威 多亏了一名叫奥卡弗的中校出言庇护 瑞克才被从轻发落 只不过从此以后 他外出工作时必须戴上镣铐 以防再次逃跑 正是这条镣铐 导致瑞克在第四次逃跑时 不得不壮士断腕 他这一斧头让全城人都震惊了 大家认为这家伙虽然脑子有病 但确实是个够狠够执着的精神病 奥卡弗中校不止一次救过瑞克 隐秘乌托邦那看似尽量人道的规则下 难以避免的有一些潜规则 只有执行搜救任务的军队知道 并非所有幸存者都能成为收割者 为了维持隐城的内部稳定 高层只愿意吸纳性格平庸懦弱 不爱闹事的人 这些人一进入内城 忙着享受和维护天堂般的生活 肯定不会有别的企图 而那些性格过于反叛的人 被引成高层视为不稳定因素 直接按令搜救军队就地枪决 奥卡弗和战友们一找到瑞克 就看出他倒反天刚 不是安分人 就在反叛的瑞克要被喂花生米时 奥卡弗说服战友和高层们 救了他第一回 奥卡弗自认为多次救命之恩 总该让瑞克信任自己了吧 但当他问瑞克为何一而再 再而三地逃跑时 瑞克只说这里什么都有 就是没有自由 活在天堂没有自由 难道死在地狱就自由了吗 信了瑞克这番说辞的人 略发觉得他病得不轻 但事实上 刑事老粉们肯定都猜到 瑞克逃跑的真正原因了 是的 他要回去 去找妻子米琼恩和女儿朱迪斯 回到所爱之人身边 他深知自己一旦逃跑成功 隐秘乌托邦肯定会派人追杀 为了保护妻女 瑞克选择了和隐城一样的做法 隐藏他们的存在 在瑞克第四次逃跑失败 甚至牺牲了一条左手后 奥卡夫中校忍不了了 苦口婆心地劝瑞克 我的好哥哥嘞 能不能别再逃了 你就这么害怕过上安稳富足的生活 一定要不自由 无宁死吗 奥卡夫向瑞克投来了橄榄枝 邀请他加入自己的大项目 瑞克断然拒绝 当时的他脑子还没转过来 执拗地认为 只有杀戮行事这种最危险的工作 才能让他最大限度接近城市边缘 等来下一次逃跑的机会 当收割者这几年 瑞克虽然沉默寡言 不理社交 还是靠着藏也藏不住的人格魅力 吸引了一些新朋友 其中一人是个矮光头 名叫埃斯特班 他当收割者的功龄比瑞克长 好不容易熬够了六年 靠着在管理用水工作上的优异表现 不仅成为隐城市民 还当上了三驱水电副经理 每天坐办公室吹空调 最重要的是 能和自己的女友团聚 老艾跟瑞克道别时 兴奋地描述着自己美好的新未来 丝毫没有注意到瑞克眼神里的痛苦 瑞克一边为朋友的好事高兴 一边想到自己 不知何时才能跟爱人重逢 那真叫一个心如包角 瑞克对天发誓 他还要继续逃 不成功就逃到死为止 可老路子走不通 怎么办呢 老艾最后一句话 点醒了瑞克 外面走不通就走里面嘛 他大可以接受奥卡弗的邀请 换个工作 寻找新的逃跑机会 奥卡弗不是傻瓜 他知道瑞克打着什么算盘 但还是同意 让瑞克加入自己的项目 瑞克从收割者 升迁成了共和军特种兵 他的装备也迎来了升级 奥卡弗为他安装了一只铁臂 还能弹出刺刀 这样瑞克残废的左手 就变成了一件有力的工具 可惜末世的科技属实不太行 这只铁臂不是赛博一只 只是个可以保护断臂的金属手套而已 在军队接受训练时 瑞克遇到了一名堪称劲敌的女搭档 赢掉索恩 索恩和瑞克一样 都是有反抗精神的人 他久怀逃跑之心 但还没等他付诸行动 瑞克就用四次惨烈的失败 绝了他的念想 所以索恩对瑞克的态度很微妙 既感激他帮自己蹚雷 又恨他断绝了自己的希望 这对一敌一友的搭档 一起进行了长达一年的特训 奥卡福见时机成熟 偷偷带着两人来到城外密谈 忠孝以寻找新小米品种的项目为障眼法 暗中图谋不轨 和瑞克索恩一样 奥卡福也是个不安分的人 他认为隐秘乌托邦的社会结构存在问题 由于高层都是追求稳定的软弱者 他们在选择新公民时会进行暗箱操作 把敢打敢拼的人留在郊区受剥削奴役 把懦弱胆小的人吸纳进内城当实力阶层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社会结构越来越封闭畸形 奥卡福企图将瑞克和索恩扶持进军队高层 进而改变隐称政坛 变革整个社会 奥卡福说的头头是道 冠冕堂皇 索恩听得更是两眼放光 瑞克却对权力斗争没有半点兴趣 奥卡福很看好瑞克 认为他是最适合成为领袖的人 甚至摆出让闲的姿态 表示大事办妥后 瑞克将成为隐称的最高领袖 拯救数十万人民 进而推广隐称的成功制度 拯救全世界 身为过来人 瑞克领导过无数次战斗和变革 体验过无数次胜利 遭受过无数次惨败 奥卡福期待的东西 瑞克却对其早已麻木了 他现在只想回到爱人身边 隐称的一切都和他没关系 奥卡福并不死心 打算慢慢叫化瑞克 已经被奥卡福的宏图大忌说服的索恩 再三威胁瑞克 胆敢妨碍大忌者 杀无赦 索恩虽是女流 却比男人还厉害 他一眼就看穿了瑞克 知道他几番逃跑 不过是为了回到爱人身边 瑞克震惊于这个女人的洞察力 索恩却苦笑一声 他能猜到这一点 不过是因为自己和瑞克 有同样的想法罢了 奥卡福选中索恩 正是因为索恩和瑞克一样不安分 具有反叛精神 他为了逃出隐城 和自己的爱人团聚 不惜刺杀奥卡福 却在开枪的最后关头犹豫了 因为他怀疑自己逃出隐城后 能否活着回到爱人身边 瑞克的多次失败 让索恩觉得自己看通透了 他相信爱人能够坚强地活着 并在世界的某个角落 为他祈祷 希望他也好好活下去 一起活着 就等于团聚 天各一方 也能安好 瑞克虽然不认同索恩的想法 却既不同意 也不反驳 奥卡福的野心也好 索恩的执念也罢 跟他都没有关系 在这座城市巨大的斗争漩涡中 他必须保全自身 死守自己的秘密 等待逃离的机会 于是当共和军的比尔少将 来找他刺探奥卡福的秘密时 瑞克选择了闭嘴 以免自己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为高权重的比尔少将 掌握的信息远比瑞克多 一场短短的闲聊 瑞克就从比尔少将口中 了解到很多惊人的情报 尹城并非完全孤立 他和波特兰奥马哈这两座城市 结成了三城联盟 虽然结了盟 尹城却没有向盟友 透露自己的位置 因为波特兰和奥马哈向外界开放 尹城担心这两座城市 惹火上身时会波及到自己 瑞克还得知了一件 关于奥卡福的秘密 这位中校原本是联邦政府的人 隶属于宾夕法尼亚州 国民警卫队 在灾难爆发后 联邦政府下令炸毁受灾严重的城市 奥卡福和战友们 轰炸了亚特兰大和洛杉矶 甚至差点轰炸了费城 当奥卡福奉命轰炸这座城市时 良知未敏的他痛下狠心 调转机头 炸死了自己那四千名战友 从那以后 隐秘乌托邦得以建立 奥卡福这位大功臣 却遭到了共和军的猜疑和排挤 以至于混到现在还是忠孝 瑞克不以为然 感叹这世界 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你方畅霸我登场 让那群野心家丸大乱斗去吧 瑞克将自己的那点小小的希望藏进梦里 几乎每晚他都会梦见米琼恩 他们在一个完全正常的世界里 重新开始相遇 相识 相知 那些梦越是真实美好 醒来时的空虚痛苦就越强烈 为了让美梦变成现实 瑞克假装服从奥卡福 在一次外出搜寻幸存者的行动中 他制定好了周密的逃跑计划 瑞克相信 如果不出意外 这次一定能成功 瑞克砍下了一只行尸的左手 给他戴上自己的名牌和头盔 然后一把火烧成焦炭 他早就从老I口中打探到情报 只要自己钻进检修孔下的隧道 往正东走一英里 就会遇到一个被栅栏封锁的路口 够意气的老I告诉瑞克 一定要记住 挂锁密码是4399 逃跑计划执行到最后一步 瑞克正准备扔出手雷 引爆油罐车 然后钻进下水道 逃之夭夭 瑞克不狠心 害死一个无辜小女孩 她的这份善心 导致了逃跑计划失败 却保住了自己和爱人的命 索恩告诉瑞克 奥卡夫早就知道他的企图 还知道他逃出去 是想寻找米琼恩和朱蒂斯 这一切只怪瑞克行使不密 由于太过思念妻女 他之前尝试写了一封信 在自己炸桥的那条河边 扔出漂流瓶 希望被同伴捡到 奥卡夫从一开始就盯上瑞克 准备把他变成自己夺权的帮手 所以暗中监视着瑞克的一举一动 于是漂流瓶落到了 这位野心勃勃的忠孝首领 更不妙的是 奥卡夫还知道了 米琼恩和朱蒂斯的大致样貌 发现妻女受到威胁的瑞克 一怒之下打算宰了奥卡夫 忠孝丝毫不慌 瑞克的秘密已经基本半公开了 就算他杀了自己成功逃走 共和军也会派出无数追兵 直到杀死瑞克 和他接触过的每一个人 听到这里 瑞克绝望了 他能耐再大 也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图光 整座城市数十万人啊 奥卡夫反复劝说 为什么一定要逃 为什么不能扛起 拯救这座城市的重任 你是天生的领袖啊 瑞克陷入了狂怒 瑞克认为奥卡夫的图谋 都是毫无意义的废话 他那些自认为 有利社会和人民的计划 都是不负责任的痴心妄想 奥卡夫为言大怒 他反制住瑞克 怒吼自己付出的代价无人可比 为了拯救这座城市 四千名战友里 可是有自己的发妻啊 谁没有爱人 谁没有过生离死别 人生的每一个重大选择 都注定要有牺牲 以为全世界只有自己 做出过牺牲的人 是不是太自以为是了 奥卡夫本可以一枪毙了瑞克 但他没有这么做 瑞克对他的计划太重要了 瑞克陷入了沉默 奥卡夫以为自己说服了他 于是安排瑞克和索恩继续工作 要让他们步步高升 坐上隐城的最高权力宝座 又过了将近一年 已经心如死灰的瑞克 再次迎来了一击重创 三城联盟中的奥马哈 突然毁灭 索恩坚信 有人故意摧毁了 这座开放城市的围墙 在索恩等人看来 奥马哈的覆灭 再次佐证了隐城的正确 只有完全隐藏自身 才能长久生存下去 索恩还用瑞克之前救下的 那名小女孩举例 这名小女孩的父母 曾经和一帮人 共同开辟庇护所 虽然大家齐心协力 但这种走钢丝般 危险脆弱的生存方式 一字失足 就足以致命 所有大人都变成行尸后 小女孩躲进雕像里 苦熬了两天 在绝望的关头 等来了瑞克的救援 小女孩的故事 以及奥马哈的覆灭 让本就已经放弃逃跑的瑞克 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 你穷恩和朱迪斯 以及其他同伴们 真的能在末世下 一直活下去吗 会不会当他幻想 大家活得很好时 他们早就已经遭遇不幸 毁灭总是突如其来 当他降临时 希望就变成了一个可悲的梦 瑞克彻底死心了 他早已放弃了逃跑 现在他更是要放弃生命 在割案之前 他想到了 自己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给米穷恩写的无数封信 他知道这些信 永远无法寄出去 却依然幻想着 他能看到 自己写的每一句话 他在这些长信里 努力维持着 自己的记忆和情感 但绝望总能杀死一切 就像他的好兄弟达里尔 在录音笔记里 一次次述说 自己为了回去 为了回到同伴身边 付出了多少努力 瑞克也用那些 复制一句的信 证明自己为了回去的 种种努力 全都失败了 瑞克并不怕死 相反他在最后想通了 既然自己连死都不怕 为什么不能好好活着 去继续做奥卡弗所说的 拯救人民和世界的大业 这一回 瑞克彻底想通了 他将目光从过去收回 开始着眼于现在 隐秘乌托邦 这座充满秘密的城市 无疑是一个 能让他大展身手的新舞台 得知奥马哈覆灭后 尹城立即派军队去调查 希望弄清楚围墙的倒塌 到底是因为失群的攻击 还是有人蓄意破坏 奥卡弗为了给瑞克刷声望 主动接过了这项任务 瑞克驾驶着直升机 在前去调查的路上 正式告诉奥卡弗 自己愿意加入他的计划 忠孝非常欣慰 感叹自己没有看错人 人算不如天算 苦心谋划了多年的奥卡弗 却倒在了一场突袭中 直升机被击毁 刚刚落地的共和军士兵们 立即遭到了无情扭杀 瑞克再也顾不上 什么伤感的计划了 他仓皇逃窜 眼看着敌人的屠刀架上驳梗 却在走上黄泉路前 见到了生命中最大的救星 以上就是《行尸走肉》 幸存者第一季第一集的全部内容 这一集的内容 可以说非常丰富 将瑞克炸桥失踪后 整整五年的故事 几乎拉风讲了一遍 不仅细致入微地 交代了瑞克的整个心路历程 还成功扩展了 更庞大的世界观 在《三城联盟》的框架下 新的故事 有广阔的舞台可以展开 从片尾预告来看 下一集估计会重点讲述 米琼恩这五年来的故事了 云书会在第一时间 持续更新形式系列 下期咱们不见不散了